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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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两个人现在在一起 就应该享受现在的时光 没必要考虑那么多 但也要为以后考虑吧 但是我觉得就两个人在一起 开心快乐就好 他让你开心吗 开心是开心 那也得考虑以后吧 开心也不能说当饭次 说说这个怎么开心不能当饭 你觉得做了些什么事 就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吧 就是我很喜欢看我哥们打篮球 那天看到发现有个新面孔 还长得还不错嘛 然后私底下就跟我哥们一样 联系方式 当时他主动跟我聊天的 但是是我主动追求他的 自从跟他认识之后呢 然后我就经常到他的学校里面 去约我们那个哥们一起去打篮球 然后一起看电影一起吃饭 然后就是2016年的一个哥们 这个跨年夜也是我觉得 比较有益的一天 然后我就让我那个好哥们 就撮合我们 然后我就跟他表白了 就跟他在一起了 不是挺甜蜜的吗 对啊 我觉得非常浪漫 刚开始我觉得是挺好的 但后来时间久了吧 觉得他太幼稚了 一点也不成熟 没完没了地打游戏 我去年过生日的时候 他本来答应我说 打完这局游戏就吃饭 他答应我的 然后他一玩游戏 他就没完没了 打到了十点半 怪妙打烊了 你说上哪吃饭去啊 那天十点半 我们可以出去吃夜宵 我都说了 这十点半之前 我都订好饭店了 人家打烊了 你去哪吃啊 但是我觉得吧 过生日只要开心快乐就好 那哪天不是过生日 生日一年就一次 还哪天都能过 但是我觉得 你是说过生日 谁开心快乐就好 他开心快乐 那你让我不开心了呀 你让我开心了吗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 比较靠谱的一个人的 他没说你不靠谱 就说你爱打游戏吗 我就是多玩了一会儿 就那天生日 平常还好是吗 不 平时还有一次 那回我都提前一星期 跟他说好了 说好去玩的 提前一天晚上我要早点睡 别玩那么晚了 他倒好 打游戏早到三点多 那我不是兴奋吗 因为那天要出去玩 然后我就激动睡不着 那要怪也怪你是不是 你要是早点把我叫起来 你起不了还怪我了 那本来就是 你要把我摇醒了 我不就起来了吗 我没叫你吗 我当时喊了你多长时间了 你就是不起 那你要是一盆冷水 把我泼醒了就起来了 一盆冷水呢 我恨不得一巴掌 让我拍死 他自己不叫我 就等于第二天影响 你们出去玩了是吧 对 然后第二天人家都来了 就害人家白跑了一趟 全都是因为他 哪天不可以出去玩 不是 那我都提前说好了不是吗 你怎么这样的 因为我觉得 每回都这样 我觉得出去玩 然后游戏就多玩了一会儿 要比较激动 那我还不是幸福 要跟你出去玩 你回来玩也行 行 还有别的吗 姑娘 而且她不仅一点不守时 还没有真心 还说自己有责心 当时说喜欢养猫的是她 猫买回来 她刚开始还好 能给猫洗洗澡 铲个猫杀 到后来呢 后来她喜欢打游戏 买个电竞椅吧 买回来 猫本来天心都喜欢挠爪子嘛 把她的那个皮给挠翻了 然后翻皮之后 那天正好回来 猫就在她的椅背上靠着 她恶话不说 一巴掌就把猫给拍地上了 我那天一回到家 我就想打开电脑玩会儿游戏 结果那兄弟就在那椅子上面坐着 我当时想把她抱子放下来的 结果她看到我一伸手 她就跑了 正好又被她看到 那还不是因为老揍她 你不揍她见你能跑吗 我没有凶她 其实她小时候我对她特别好 但是现在她长大她成熟了 对 她现在我跟小猫之间的眼神交流 就是这家伙长大 跟她中间有代勾了 我跟这只猫 你勾她你还有理了 我觉得这只猫 现在一看到我撒腿就跑 但是我看到这只猫 我撒腿就要跑了 因为我一看到猫 她就老说我 你跟猫是什么样的代勾 我觉得是爸爸对儿子还是 以前是爸爸对儿子我对他 现在他就是膨胀了 开始踩在我头上了 明白了 这些事也就不说了 还有更过分的 一点也不会查员观世 我俩平时出去逛街吧 他就老说让我离他远点 他说你这么矮 让我拍片不合适 让别人看了当笑话似的 让我离他远点 当初不认识他 我觉得两个人走在路上 是吧 打打闹闹不是挺好的吗 对不对 那在路上走着 我这么幸福 他一回两回都说你每回都这样 那回更过分 我们逛着街 他就直接把我拉 童装店里面去了 一件一件衣服 我往生蛋比划 他说这个多适合你啊 他不是安定说我矮吗 紫色穿童装 我当时都很生气了 他还让店员直接 拉件新的让我试 当时我们在路上 然后正好路过一个童装店 我一看到旁边 我女朋友这么可爱 我就把她拉进去 然后呢 我就是想表现一出 我女朋友这么可爱 然后别人会很羡慕我 身边有这么漂亮的那个女朋友 但是我当时不是也没买吗 你还好意思说呢 我喜欢你怎么不给我买啊 不给我买 人家拉我进去干嘛 那我不是觉得开玩笑有个度吗 我就是想秀下恩爱 让人羡慕一下我们 人家跟他傻子似的看我们 特别丢脸 那是看我 那是看我 你不先丢人 我先丢人好吗 我觉得挺幸福的 就是拿我来娶乐 那回本来是我想跟他们 一块玩篮球嘛 我不喜欢嘛 然后当时他哥们 他们都同意了 他都非不让我玩 他说你还没篮球大呢 一会儿在场上 把我绊着还怎么着 我当时我都不高兴了 他还在那里 跟他哥们在那开我玩笑 当时他一说要打球 第一反应就是 万一伤到他怎么办 我那么大个人 你还看不住吗 那我是看你 我还是看球 那肯定看我啊 这还用说吗 那球怎么办 你看球干嘛呀 那球怎么办 球爱干嘛干嘛去呗 那万一不小心 把你当球打了什么 而且我当时 我都板着脸很不高兴的 他哥们让他别说了 让他哄哄我 他倒好 玩笑开起来没有完没了了 我当时不是想借这种开玩笑 让你就有个数吗 哪有女孩子 在篮球上打篮球 又不是没有女的打篮球 女的打篮球多得去了 跟他在一起快乐吗 快乐也有 但是就这些人做不了的 就老开玩笑 天天嬉皮笑脸 没个正经的 我俩在一起时间挺长的嘛 我也跟他说过 回家见家长的事 我一说这事还都跟我 要么就是开玩笑 要么就是那里转移话题 那回他还说 哟 你就那么想嫁给我吗 当时他一说这话 我就觉得没法接 本来女生说这话就不合适 显得多想嫁给他一样 对 那你到底想不想嫁给他呢 那肯定是有想过 那就没办法了 所以那就没办法了 对不对 你要不想嫁给他 不存在这个问题 臭小子啊 为什么不带人见你们家长 其实我父母对我的要求 是找一个跟我身高大队的 然后我这些年 一直在给我父母灌溉一些 就是 你有多高啊 我目前身高是1米86 没多高啊 姑娘你多高啊 156 156 大点声音 那你大点声音 1米56 怎么了 但是我也没说什么 真的 我就觉得 我现在给我父母 就是给时间 给我点时间 让我父母接受 那回我俩在外面吃饭 我想着说 吃完饭 要不去你家看看 打个招呼吧 就5分钟的距离 他也不去 一说这事还都打菜 他当时还说 他还没跟父母提起过我呢 突然大意去不合适 我当时我就生气了 我俩在一起时间那么长了 我提了多少次 说跟你回家见家长这事 你一直都不放心上 你爸妈知道你有女朋友吗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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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做什么工作呢 但是我有想告诉他们 就是我想找一个女朋友 各自矮一点 你不是都已经找了吗 是找了 对啊 这你不是跟你爸 你妈说谎吗 但是我也不算说谎 但是什么呀 你有女朋友吗 有 谈了几年了呀 两三年了 跟你爸妈说了吗 没有 对啊 你说这样我能不急吗 我当时我都说他了 我是女朋友 我给你丢人了吗 怎么你就不能说一下呢 说一下怎么了 他当时他也不跟我平了 我都想着借此机会 就好好跟他说一说吧 他倒好直接伸手过来 就摸了摸头说 哎呀小小宝贝 你就别生气了 他就与这种语气跟我说 我觉得完全没法沟通嘛 啊 小孩子似的 那我不是在哄你吗 那你换种方式不行吗 我借着撒撒 而且我在跟你说正事呢 你跟我开什么玩笑 我身边朋友都结婚结婚 生小孩生小孩 我也想赶紧把这事定下来 你想结婚 嗯 但是我想对你负责 所以我没有跟我父母 提起这件事情 我想让他们等知道之后 接受了 你不说他们怎么知道 你想娶他吗 现在我们正在谈恋爱 我觉得还没到 谈婚论嫁的时候 反正这时候 我觉得现在我们还不成熟 不就完了吗 对 我现在还不够成熟 给不了你那种想要的 所以我希望你给我个机会 我说的这个成熟是 你们俩的关系还不成熟 我可能没说你成熟不成熟 顺杆牌爬得挺好的 我现在体会你女朋友说那意思 揣着明白装糊子 对 就是这种 找工作也是 我俩毕业都快一年多了吧 我毕业之后 我在青岛找了份工作 他倒好 天天在家躺着打游戏 私自都快躺退化了 我就觉得自然不是这回事 我让他赶紧找工作吧 满口袋又早早 这两天就早 不也没早吗 我当时 因为正在做其他兼职的工作 那我得把工作处理好 才过去找你 我也给你时间去处理了呀 你处理完不也没早吗 但是你要知道 去一个地方去工作 需要看那边的市场 以及环境 我也在准备着 你天天在家躺着 工作真的砸你手上了吗 我觉得一个好的状态下去 找一个工作 才是对工作 对自己最好的负责 是是是是 对 所以我一直在调整我的状态 是是是 我觉得工作不是靠找的是靠等出来的 我觉得在家里等着等就来了 是是是是 她的生活就是这么告诉她的 女朋友不是找的 就等的 我在篮球场上玩着就等 就等来了 对 结婚这事不着急呢 我不用跟我爸妈说 我等 等到时机成熟了 自然就成熟了 对吧 对 对对对对 后来问他投简历了吗 他跟我说投了 其实压根就没投 我看到电脑了 简历都没发出去 不是 所以姑娘 你这么焦虑干嘛呢 我不是想赶紧定下来吗 你那么着急定下来干嘛呢 那他也不能这么一直耗子 我不给我准数吧 那他这么一直耗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想耗到分手 那就跟他分手呗 他又舍不得了 你舍得吗 我我 你挺舍得的 我看得出来 我不舍得 真不舍得 真不舍得 行 不待见父母就分手 待不待见 我希望你给我点时间 你看看 我不是要求你来青岛 找我去工作 我是想的 你只要把工作能定下来 哪怕我去找你也行 你就这么一直 不给我个准数 这么一直耗子 我不知道你要耗到什么时候 所以你现在是在青岛工作了 对 那你在哪耗呢 等了不在日照 行吧 去青岛吗 去还是不去 问我呀 我想去的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 要去那边上班 实在是对工作不负责任 我为了对工作负责任 我得有一个很好的状态 对他不负责任主要是 要做好准备 对他负责才去 对对 明白了 对 你看你什么时候准备好 就等等就准备好了 来吧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 去比特奔券 你刚才说你跟猫有代沟是吗 对 我跟你有代沟 真的 我突然间发现自己老很多 我刚才给你总结了几点 就是 你就是那种睁着眼睛说瞎话 然后还非常能言善变的人 你自己觉得吗 我觉得我挺喜欢转移话题的 是吧 这是你身上最大的毛病和问题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度 你不能挥霍浪费你现在的青春时光 玩游戏可以 但是有度 然后包括你说买童装的那个事 你明明就是在升高骑士啊 这也是说话要有度 做事要有度 如果你要是真诚地 真心地跟他去交往 就端正好自己的态度 无论是在感情生活中 在你自己的事业 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 做任何的事情 把握好一个度 管理好自己 你以后的人生才会幸福 对女孩说的很简单就是 你干嘛要把自己搞得那么廉价呀 你非他不嫁吗 你做好了嫁给他的准备了吗 就算你做好了 人家做好取你的准备了吗 我知道其实你在要他的一个答案 不一定非要马上嫁 就是想看你的未来规划里面 有没有我的位置 但是现在谈这些都为时尚早 先做好自己的工作 管理好自己的生活 有他没他一样过 好吧 好 祝你们幸福 谢谢 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 他压根就不想给你未来 他只是在等一个机会 等那机会成熟之后 他就抛开你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 他现在一事无成 他自己都看不到未来 他能给你什么未来 他属于这两种哪种呢 说不好 我只想跟你说 两种都不可加 你看他一贯采取的伎俩 其实也很幼稚 你也明白 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但他躲避什么呢 躲避你的期望 或者说躲避你 对你们两个未来的憧憬 他根本不愿意去实现 找工作不找 见家长不见 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小孩 你的想法是成熟的 你是奔着一个有规划 有目标的日去奔的 那何苦带这么一个小孩玩呢 况且你们现在在异地 至于是不是到你那儿 他也轻描淡写 我是不是该去呢 问谁呢 所以啊 什么都是你在主动 值吗 所以尽快的了结 你们俩的事情 让他迅速的成长起来吧 如果他不想 也没有办法 他如果想玩几年 就玩几年 但千万不要耽误这个女孩 其实我倒不需特别担心 今天等会你 没有出现 这些选择 不玥子 我不会认识 你我答不过 很越来 好 我应该打算 不过 他也会再不配 但我听说 他你几年 你这么多 没人 你这么多 给见 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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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 我们俩身高其实特别的萌 我知道你喜欢我的 就是我的身高 每天欺负你 每天跟你在一起吵吵闹闹 所以我希望你给我个机会 一分钟有六十秒 我希望这六十秒我都在爱你 回去吧 谢谢两位 来 请关门 请开门 来吧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吧 有请 来 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请见证 来 来 来 送给你 好好生活啊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 祝他们开心吧 了解下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他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 不管我说什么事情 他都觉得我就是刻意地在 看不起他 贬低他 所以说我就想通过这个节目 来解释一下 我就是没有这么想 我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刘先生30岁 来自云南技术园 女嘉宾小于24岁 来自云南英语老师 来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位 今天女生你是来解释的是吧 对 你要解释的是什么 就是她平时跟她在一起 我觉得她太过敏感了 就是我说什么做什么 我感觉就是都是错的 其实我不是这么想 就觉得很冤枉 很憋屈 今天是要说委屈的 是吧 你来干嘛呀 小刘 我过来是我来挽留她的 你挽留她 对 你们俩分手了 我前段时间提出分手了 然后她不同意 她就说我们就上这里来 然后呢希望可以打开彼此的心结 可以说下 分手是谁提的呀 我提的 为什么提出分手呢 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喝酒的事情 喝酒 对 她就是平时白天她不说什么 每次喝了酒之后 才会跟我说一些白天听不到的 而且说了就很伤人 我就觉得很受不了 她酒后会跟你说一些 你接受不了的话 对 是什么呢 就有一次我的手机不是坏了吗 然后屏幕坏了 然后我就是想问一下 人家要多少钱 然后人家就说要一两千 我当时就想一两千的话 我再纠结要不要修嘛 然后就跟她抱怨一下 我就说这现在修手机还挺贵的 然后她没说什么 结果过两天 她又突然给了我个手机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惊讶 我就说你怎么给我买个手机啊 这个手机可能就只能用一半把年就卡了 我就说那我还是想修一下我的手机 这样可以用得更久 但是她就不开心了 注意一下你手机摔坏 人家送你手机应该很高兴的事我觉得 是 我知道她给我的心意 但是就是我觉得可能就那个钱花在我修了我的旧手机上面 可能会用的时间更久一点 我好心好意给她买一个新手机 她给我的表现就是表现出那种很形势的那种感觉 我感觉很伤人 OK 好 然后后面就是有一次我跟她去约会 我就想既然大家都出去吃饭逛街嘛 还是打扮一下自己 然后我那天就选了一件我从来没有穿过的衣服 她又说这衣服你什么时候买的呀还是挺好看的 我就说这衣服是别人给我送的 其实那件衣服是前男友给我送的 但是我不敢告诉她 就怕她生气怕她吃醋 她那天也没说什么 就这件事情就过了 后面过几天我看见就是我喜欢的一款衣服 上新的嘛在实体店 然后我就说走你带我去逛一下吧 然后她就跟我说了一句 她就说不好意思我买不起 我没说要让你给我买 我就觉得就试一下我自己买 怎么会这么冲呢 因为她那天穿了那一件衣服 她说是别人给她买的 我在想谁会莫名其妙的给你买一件衣服呢 是吧 我在想肯定是她前男友吧 我觉得你在我面前穿前男友给你送的衣服 好像不太合适 哦 不尊重我 对 不尊重我 然后呢后面她又让我带她去商场里面看衣服 然后我突然想起这个事情了 我就心里面不爽 所以我就跟她说了一句买不起 嗯 我就觉得认得很可惜 就想换一下风格 她就一直说我就故意显摆 就是说前男友比她好什么什么的 她就一直在说我 这说明这小子她在乎你啊 她愿意吃点醋啊 但是我觉得 是态度不好是态度的事啊 嗯 最好在意你 嗯 然后就喝酒嘛 有一次她喝醉了 就是那天我才知道她觉得我上网 就朋友圈点个赞 评个乱什么 她都觉得我是故意的就是错的 平时我的闺蜜那些 不是会在朋友圈秀恩爱什么的吗 嗯 那我看见别人挺浪漫的 我就点个赞嘛 她后面她就会跟我说 我就是故意给她看 啥意思啊 怎么是故意给你看呢 她在朋友圈点赞吧 她就给那些有车有房啊 亮戒指啊就是点赞 我就感觉她这种是 让我觉得是 我没有别人男朋友那么好 我感觉她有点瞧不上我的那种意思 你是那想法吧 不是啊 我点个赞就觉得 人家就是在 比如说结婚啊 那个婚礼现场什么的 都很浪漫 就想跟她分享这个事情 她当然她就觉得我就在行吧 你特别介意这个是吧 对 主要是她故意让我看到 你觉得是故意的 对 我觉得是分享这个事情 那你觉得你配得上她吗 还行吧 还行不就行了吗 她是谁的女朋友啊 我的啊 那不得了吗 还有别的吗 就在家里面闲聊什么的 也会得罪她 我就说你30岁人了 那给自己买个疾病闲什么的 也很正常是吧 因为我从小爸妈就给我买 我就问她爸妈有没有给 她就说没有 然后我就说 你爸妈要是有这个意识就好了 然后她就很生气了 她又骂我 这有什么好骂呀 我觉得在我这个年纪 放到个冤枉前去买一份保险 我觉得不值得呀 你可以 在这个问题上比你棒 小子 你可以把它 花在其他有需要情的地方 那生命第一啊 她说你说我自己一算了 为什么还要提父母的事情呢 是吧 她这样一说 我感觉是我的父母 不如她的父母好 唉 这不就闲聊嘛 咱们说的是观念 没有好坏的 真生气啊 她就觉得 她的父母 是不是比我的父母 低人一等什么的 真这么想啊 她就是这样跟我想的 你们俩谈恋谈了多久了 几个月吧 才谈了几个月啊 嗯 那还好 还有一次 她带我去见她朋友了 然后我们一起去吃饭 选了个大排档嘛 当时我坐下去的时候 我就感觉凳子上黏乎乎的 那我这样就是很自然的 就掏出一张纸来就擦一下 然后网块可能不太干净 我就用热水洗了几次 这很小的动作啊 她就一堆饭她都不理我 不是 为什么呀 我感觉 她有点形式 我没有找一个好一点的餐厅吃饭 不是 你是怎么联想起来这件事的兄弟 因为我朋友他们吃饭 人家都没有她那种表现啊 人家都能吃 你为什么就不能吃呢是吧 那她脏呀 我就擦一下 表现得有点刻意的那种感觉 我感觉她就是觉得 我们选的地方有点档次低了吧 那档次低不会跟你去啊 我觉得我爱卫生 又不爱找你们 想多了啊 那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呀 就是 我们是在圈集过后 回昆明上班了 大巴上认识的 什么地方 就是坐车大巴 大巴上认识的 大巴偶遇是吧 对对对 谁追的谁啊 我追的她 因为当时她不是坐在我身边吗 然后呢 她喊我帮她放一下行李 慢慢地就聊了起来 聊了之后感觉错吧 然后之后就留了这个联系方式 回去之后呢 我一直在转转续续地联系她 过了几个月 已经向她表白了 她也同意了 你喜欢这小子什么呀 其实她追我的时候 我觉得她还是很用心的 她她不会跟你说什么 我多喜欢你 我多爱你 但是她会去坐 比如说就是母亲节的时候嘛 我们当时没在一起 她追我的时候 就是我有跟她说 就是我妈颈椎不好 然后可能风湿什么的 会疼 当时她就去买了一些 什么理疗的东西 就直接就送去我家 没跟我说 还给我妈按摩什么的 我就在想 就是如果一个人 他真的喜欢你 他真的在乎你 他肯定会爱你爱的人 是不是这小伙子 其实挺实在和挺实诚的 对 他不会说太多的语言 但是她回去坐 但是你接触之后 发现很多生活细节 你们俩又对不上茶口 是这意思吧 是呀 你有你的想法 她有她的想法 我觉得她就是喝了酒 就是很闹事吧 其实白天还还好 你喝了酒 你都干了些什么呀 这姑娘老说你闹事 就会说一堆 有一次她就是打游戏 然后我就说了她几句 我就说你在家你打游戏 你不如多看点书是吧 多丰富点自己 然后你说记多不压身什么的 以后的路会好走一些 她就不开心 她就摔了门就走了 然后她半夜回来 碎熏熏了 我就很担心她 我就想要过去扶她 她都不让我扶 然后她就把手机拿出来 就给我看了几个很陌生女的照片 她就说什么别人好看什么 我当时就很生气 我就在想你出去 那你是不是去跟别人约会了 那我肯定气不过就跟她吵架 然后后面她就让我滚 我就气不过 后面就分开了 这个臭小子 你怎么想的 每次我玩游戏 她每次都在旁边说 我感觉她有点 看不上我的工作 感觉我的工作 没有别人那种好样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我是做技术的 做技术的 对 你不是挺好吗 当时在她心里 不像她想象的那么好 我就没这么说 这姑娘说过你工作不好 收入低吗 有说过吗 没说 但是我只要醒下来 玩个什么东西 她就在旁边数落我 我跟你说 好多女朋友 都这么数落男朋友 不都这样吗 姑娘有点受不了是吧 好多事 你今天来就是要说清楚 说清楚的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她平时问她 她又不说非不说 要么她就说一大堆很难听的话 我就想在这里让她听一下 她到底是怎么想的 今天来了不是挽留人家吗 就跟人说说呗 我觉得吧 估计是有时候我喝了酒之后呢 晕了 说了一些她不爱听的话 但是我觉得那也不是我的真心话呀 但是酒后土真言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话 那你的真心话是什么 其实我没有说是和别的女生约会啊什么的 酒喝多了乱说了 如果真说了什么伤到她的话 我可以在这里跟她说对不起 久不得她是不是 对 还想挽留她是吗 对 人实在 但是你就发现很多生活的细节上 你接受不了她对吧 嗯 好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判断这段感情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你俩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不沟通的吗 不会坐下来聊聊天吗 就是问她她都不说 对啊就是男生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把很多的话都压在心里 而不愿意告诉她 你应该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 而且情绪比较悲观的一个人 其实自卑不可怕 你知道吗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卑的一面 都有这样的情绪 但你把你的自卑强加到了别人的身上 让别人来为你的自卑买单 就是先发制人士的自卑 我怕你觉得我怎么怎么样 所以我先把我这种自卑的情绪表现出来 我先啪给你堆在这儿了 我甭管你是怎么想的 反正我觉得你就是这么想我的 这样不对 你不能说你害怕别人这么想你 你就先把别人想成那样 她一定是这么想我的 那你这样生活过起来太累了 所以你试着学会释放 把自己心里的一些想到的想法 或者说想说的话 及时地告诉她 否则的话 如果你一直这样下去的话 压抑的不仅是你自己 她也就被压抑跑了 然后我想对女生说的是什么 男生很好很实在 只不过她可能不会表达 当你跟这样一个敏感的男生在一起的时候 如果你能承受得了这份压力的前提下 你要变得比她更敏感 很多的事情要想在她的前头 就比如说送手机这件事 男朋友送自己礼物 第一反应不应该都是很开心吗 不管我是否喜欢这个礼物 我们都理解有的时候 礼物送不到心卡里 那个闹心那个烦人 我就是想修一下 你非要送我一个 我还得领情事的说 哎呀真好啊 谢谢你啊什么的 但有的时候男生 他就是这么笨手笨脚的 他理解不透你的意思 所以你就要想 这个礼物虽然不是你想要的 但是她的这份心 是别人给不了的 嗯 对不对 所以希望两个人多沟通 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我先确定一下 女生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今天来就是想把她 谢谢你 information diferente 可能 我会给你 谢谢你 那一遍 我来观点 我来聊天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囊中羞涩的人只可以小心翼翼地大放 我认为你们俩没有那么相爱 至少这种爱并没有超越你们彼此家境的差距 如果这个男生很爱这个女生所表现出来的 不应该是处处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把所谓的家境的差距放在了两个人的感情的前面 而是在这个女生面前会觉得非常轻松 一点都不介意自己的囊中羞涩而带来的自卑 那才是真正的爱 处处在一个女人面前要表现出那些形式上的东西的男人 往往是不爱 而女生自己也没有那么爱男生 否则的话 你就会做出一种非常积极的状态 带她走出这种自卑感 但这不是你们的错呀 消费观这种东西 它没有办法短时间进行改变的 我就用得观这个 我宁愿去修 我就用不观那一千多万钱的那种手机 倒还并不一定是说嫌弃那个便宜 所以你也没有必要憋着自己 自己去修了 如果真的无法去在价值观上进行平衡的话 那两人真的是不适合在一起 当然反过来说 如果足够相爱 他又可以跨越这些 你要真正爱这个男生 那一千块钱的手机在您手里边就是宝贝 害怕摔坏了 所以我们要把他带着 便宽态他们认为我 在家里面在写兴 就像不适合 因为你能这么民情 我如此 旦有的 这一切都是 我们一切的 那么 当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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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每个人都会和自己理想中的对象在一起 而生活是每个细节构成的 你如果够自信 你就会成为他心中最理想的那个他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陪伴和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